各位观众欢迎来到亚洲新黄店 也就是澳门银河了 如果您正在听到我的声音的话 在外面的朋友你看到那个电视 对啊你们往左边看 我们就是在里面直播室里面的 对啊我们在这里 您想可以跟外面的朋友打 哈喽 对啊他们知道 其实现在我们是在现场直播的 那在的地点就是在我们的东义广场的银河透视站 也就是GBS的 所以朋友们其实除了能够看到大荧幕 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亲身现场 在外面的朋友也跟他讲一下哈喽的 那在我旁边的就是呢 今天的这个巨星 他就是李小培 你好啊大家好 我是Shinno好久不见了 是是那Shinno呢 今天也是在我们待会儿呢 在水明珠舞台上面的嘉宾10点钟准时 那等一下呢Shinno也会带来一连串好听的歌曲 那他Shinno呢 其实我今天看到你真的是耳目异性的感觉 为什么呢 以前他是那个Rocker feel的 现在呢比较是内敛型很漂亮的感觉 以前也是很漂亮 这是不同的华丽 那谈谈你这个形象上的转变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心境上也有一些改变 所以现在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外向 就是一直往外丢这样 现在会比较多繁储的东西 往里面思考的东西 所以呈现出来可能跟以前会有一些差距这样子 其实我知道你以前除了有这个唱摇滚歌曲啊 然后也有唱慢歌 然后你的慢歌都处理得很好 可是一首以前的慢歌跟现在唱的慢歌的感觉 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因为心境上的不同 我觉得这个会改变 就是随着可能你知道 就是出道也这么多年了 然后随着一年一年的长大 然后你对很多的想法会改观 然后你就 其实会很自然的投射在音乐的演绎上面 所以我觉得应该所有人都一样吧 每一个阶段不同 其实CINO出道了蛮多年的 然后呢也很幸运的 因为音乐的关系 在世界各地结合了不同的音乐员 然后跟不同的人合作 也到过不同的国家 那澳门呢就是其中一个了 是的 那谈谈澳门的时候呢 这个CINO你想可以就冰眼前一亮了 其实你最喜欢澳门的是什么地方 我喜欢 其实大家 我第一个喜欢 其实我喜欢在澳门门门的 我喜欢在澳门买东西 大家都觉得香港很好买 但是其实我觉得澳门 好集中好好买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是 澳门只是有这个 高档吃的东西吗 所以你喜欢 是吗 是这样吗 我就觉得就是很 很富足 就是很 你要什么都找得到 都有 而且是没有像香港这么多人 这么的拥挤的感觉 对 所以很 步调可以放很慢 这样不用很紧张的购物 对 然后吃的 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我喜欢那个 普世料理 普世料理 好像那个普世什么咖喱啊 对对对 那个什么 那叫什么 鸭肉饭 鸭肉饭 啊 那个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Mekanese的那个 鱼道菜 而且这 我曾经吃过就是 饭店里面的那一家 哇 非常好吃啊 也是很好吃的东西 非常好吃 其实呢 谈到吃的每一个 这个亚洲人啊 就是民以食为先 是 所以今天呢 我也请林小培吃一些东西 那要感谢今天我们在澳门银河里面的富贵堂皇 我们带来的这些这么好吃的甜品 我们来尝试一下好不好 好 在澳门前面呢 就是其实有两种不同的甜品啦 一种呢 就是呢 杏仁奶 白的这个 对 先生呢 里面呢 其实我跟你讲啊 以前呢 我在这边呢 刚好呢 我就途经这里 然后我就进我们的这个 这个糖水店去吃 然后我觉得很好吃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刚才你跟我讲 你不是很喜欢吃甜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这个是非常适合你的 因为里面有这个蛋白 你懂吗 这个 嗯 里面 蛋白 就是蛋清 对啊 所以 现在吃可以吗 不好意思 可以啊 可以啊 いただきます 嗯 你要吃一吃 好香哦 对 在澳门呢 其实呢 也蛮流行吃的一个甜品的 然后呢 澳门当地也其实有很多不同的 很著名的甜品店 这个 这个我OK 对 我其实 我很怕甜 嗯 太甜的东西 可是这 这个 这个甜品 这在哪 在我们这里后面 哈哈 糖水队就是在后面 哦 好 对 真的是还蛮 蛮清甜的一个 然后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说 其实呢 这个信任啊 可以这个补费 所以待会呢 你唱歌已经很好听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双皮炖奶 谈到双皮炖奶呢 也是一个 非常出名的一个甜品啦 然后呢 在澳门当地呢 其实呢 这个呢 呃 也是颇有名气 而且呢 还有蛮有历史性的 一个甜品的 嗯 颇备替代好 来尝试一下吧 嗯 这上面这一层 真的很像起椅子 对啊 你可以把它 扫一边 对 然后呢 再巧试 其实你知道 我今天 除了澳门塔之外 我觉得我今天也在挑战我自己 因为我很怕 就是甜太甜的东西 然后我也很怕太奶的东西 OK好 你自己吃一口 然后告诉我们的感觉是怎样好了 在外面围观的朋友呢 你好啊 今天呢 我们也请到李小飞 跟我们一起的在这里呢 聊天 然后呢 非常非常的开心 待会呢 他会在我们的水平柱舞台的10点钟 呈现好听的歌曲 好不好吃 好吃 哈哈哈哈 啊好 就是很奶 要要要要试一下 好香哦 要尝试一下 真的是很好吃 待会呢 吃不完呢 工作人员可以一起吃 谢谢 其实谈到这个澳门呢 除了有好吃的食物啊 好吃的甜品之外呢 也有好看的帅哥 呃 考你澳门有什么帅哥是你认识的 嗯 歌唱组合 SOLO 对 哈哈哈哈 我想说 哈哈 稍微演一下 思考一下 这样子 演的他们两个永远都觉得他们两个最帅 OK 好了 除了SOLO最帅之外 你觉得SOLO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跟他们有合作过几次的 对 其实 呃 我的上一张就是创作的专辑里面 其实 SOLO帮我写了一首 然后是我自己填的词 那首歌 那首歌叫宝藏 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 我其实觉得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因为我们在台北合作一个 Consert 然后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还 我还跟他们讲说 你们俩怎么长得这么像啊 嗯 他们就双胞胎 对 我不知道 一开始我不知道 一开始我不知道 所以我还想说 为什么你们两个人长那么像这样 然后他说 因为我们双胞胎这样 然后隔了大概几分钟我就问那个 听我说我就问他你什么星座 然后我问完他我就看了Julio Julio我就说 你该不会要问我是什么星座啊 对啊 对啊 这都是差不多一个时候出来 对啊 他们俩 其实我 我觉得认识他们之后 我觉得他们俩个性其实很不一样 嗯 对 然后 我觉得是 一个是很活泼啊 一个比较内敛 嗯 对 但是都很有才华 对 如果选这个喜欢的男生 你喜欢那个活泼还是内敛的那个 我喜欢加在一起 听好了没有讲 我喜欢两个一起这样子 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的 对 好其实我知道呢这个 林小培在澳门也开过一些音乐会啊 或者是在一些公开场合演唱过 那如果在澳门的话 你还想跟谁合作呢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想接下来很有可能是 跟一个澳门的制作人合作 嗯 在音乐剧上 现在是还在弹 嗯 对 他的名字是方便公开嘛 等我们真的都OK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大方地告诉大家 好好好 其实我知道呢这个 Cino呢这个广东话也不错 因为之前Cino曾经唱过一首 很受欢迎的这个 哇哇爱天下 那首歌其实也很难唱 因为很绕口的一个歌词 那现在说呢 请林小培用广东话 跟我们的朋友拜个礼吧 大家好 我是Cino 林小培 哇 三年发了 龙马精神 哇 呃 光与法庄 哇 很好很好 好紧张喔 唱还比较 感觉比较轻松 那其实谈到这个歌曲的话呢 其实我也是很期待 你下一张专辑啦 是 因为之前那张专辑 发了也蛮几个月前的事情了 是 那我知道这个新专辑 好像也有新的感觉 跟大家一起透露一下这样子 其实我全新的专辑应该说 我大年初二就昨天才正式的签约 对 所以我非常期待我自己都 那我也很谢谢 就是我的歌迷一直都这么支持 愿意一直等待这样 所以这一张作品是我从前 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种音乐呈现 所以我相信 这一年我一定会好好的把它做好 然后呈现给大家 其实新的专辑呢 那刚才林小培就说了 刚刚签约大概几时会推出呢 我们预计是希望夏天的时候 可以顺利的推出发行 会不会自己也动手写一些作品 应该会 这一定会 好好很期待很期待 谢谢 这时候也很感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也有一些好好的礼物要送给你了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花圃 所送上的这个花 那这个其实是湖记花 那我们的花圃呢 也有设计过的 因为这个是黄金颜色的 那我们的澳门银河呢 其实也是跟这个金色脱离不了关系的 所以今天呢 这一个回计划是用我们的这个澳门银河的花圃送给你 那如果呢到了澳门银河 你会发现呢 其实到处都是这个绿也一片 然后呢也很多鲜花 非常漂亮都不是假的都是真的 好的 OK 那刚才看到这个黄金颜色 其实呢象征着的澳门银河的另外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金颜顶呢 你们看到呢 在这个我们的各个的角落头呢 都可以看到这个 那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建筑上面呢 也有这个黄金颜顶的 那这个呢 也就是象征着澳门银河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志了 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 在各个地方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呢 我们非常漂亮的 也是有这个孔雀 作为灵感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构思的 那这个时候呢也把这个黄金颜顶送给你 谢谢 哇这个好美 是 好 这个时候呢我跟Sino的这边呢访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可是呢我们的表演呢 十点钟将会在水明珠舞台跟大家见面的 还有大概个二十分钟 所以呢大家可以慢慢地步行到我们的水明珠那边 今天Sino呢会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所以呢我们在水明珠那边跟大家见面了 好